現在在屏東車站 準備搭區間車往台東的方向前進 主天車站一出來就有一個景點叫主天驛站 我們去驛站走走看看吧 出發 便宜 防禦 這裡是以前竹田的舊火車站 還保留日式時代的建築 我剛剛有進去看了一下裡面的裝潢 只是他要保留當初舊時代火車站的一些文物 只是現在裡面是一間餐廳啊 我又要把這個瓶子撞到的心裡 經過後再放進去 然後再放進去 再放進去 可以、放進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然后老板娘欠了我吃一颗 他们用圣诞开始炉的茶叶蛋 那我们就带上公车上吃吧 出吧!不是公车啦是火车 嗨!我们现在在草州车站 准备要搭车去邦寮 嗨!我们抵达了邦寮 然后真的太热了 决定先去吃完豆花 再慢慢走到邦寮鱼杠 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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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太陽真的太大了 本來想說買完那一個煎餅 然後再喝個飲料之後應該是可以去漁港 但我覺得如果現在去漁港應該會被曬壞 所以我決定改變一下行程 我們往半島咖啡的方向前進 然後先去附近的馬賽克牆還有鐵道藝術村走走 在路上的時候會經過這個芳寮藝術村 然後這裡其實你可以找到很多馬賽克的藝術裝飾品 像是我剛有看到蝴蝶啊牛啊金魚還有牆壁上的魚 你們也可以來這裡找找看還有沒有其他的藝術品 那我們就往咖啡店方向前進吧 我們在這裡找到什麼東西 賞,什麼東西 都在這裡抓到什麼東西 誰可以去打火 童身 又對啊 甚至於有一點差距 然后我觉得它的花草茶还蛮香的 有淡淡的薄荷味 然后茶的味道其实很轻松 那我们就赶快喝花草茶 然后享受这一个静命的时光 等等去伊港看夕阳 我的右手边呢就是芳寮的海堤 然后前方呢就是鱼港的 这边其实有镜子的标志不可以往上爬 但是看过去的海岸真的蛮漂亮的 然后夕阳好大颗哦 这边是芳寮的 其實我覺得一定要走到這座橋來看 這座橋看下來的景色真的比較漂亮 可以看到漁村也可以看到夕陽 但是我覺得也可以不用爬上去啦 就是站在這一個樓梯的交界口看就好 因為其實鐵橋上面有很多為了防護措施 有很多鐵欄杆跟鐵線 其實有時候還蠻妨礙看風景的視線的 像特別就還不錯 這次從仿寮坐自強號到池上的路程大概要兩個多小時 所以這一趟的車票我事前買不是用悠遊卡直接逼近站 因為坐兩個多小時實在有點久 怕體力有點不值 那我們現在就來等車吧 這裏是演起生活 我們現在就來等車吧 這裏是演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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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我們下次這裏是演起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有陣子的信心 有陣子的信心 我們下次見 也是有陣子的那個 我們下次見 我是辣子的 suis蔡 我們現在在超過